叶灵二从她手中接过毛巾 低着头 长长的睫毛修饰着那双明亮的眼 以及眼中复杂的情绪 她轻声说道 我又不是来送她的 不是来送十三哥 难道是来陪我赏雪的 我真是不明白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都一个多月了 还像初见面时在青州城那段 师父 我可没有想什么 叶灵二抬起头来 很认真地说道 明年四孤剑就死了 东夷城内分了两派一剑 正在争执不下 王师三郎此次回东夷 只怕也得烦心 虽然他是四孤剑最疼爱的关门弟子 但毕竟没有什么人脉 范贤想了想后缓缓说道 只怕最后还是要争上一场 你不能帮帮他 他为监察院做了这么多事 叶灵二微微惶急问道 这个不用你说 他是为我做事的人 我当然要给他回报 四孤剑给我的态度足够诚恳 虽然这位老怪物 肯定不想和陛下做什么交易 但和我谈的买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范贤说道 他忽然看着叶灵二 惊声说道 问题是他回了东夷之后 估计就会常年定居在那处 你可想过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 自二皇子死后 叶灵二便不复当年的洒脱疏朗模样 而是变得沉默成熟许多 虽然在范贤这些熟人的面前 依然谈笑无稽 但不论是范贤还是林婉儿 都能看出这位女子心底 最深处的那抹阴影 直到青州与王十三郎见面 互为一对风景之后 叶灵二的情绪 似乎才从边关的军马中摆脱出来 范贤很乐意看到这种变化 但也知道以王十三郎的身份 两个人的事情确实十分困难 他摇了摇头 不再细数这个问题 倒是叶灵二因为自己的心思 想到了最近困扰着 这些年轻人的那桩事 看着范贤小意问他 若若那件事情就这般拖着 一提此事 范贤便是一脑门子官司 本来他以为 晋王父子出面扮黑脸 皇帝陛下便会顺水推舟 把这糊涂止婚给收回 却没有料到 皇帝竟是如此的执拗 借口当年范家 已经拒了晋王联姻之请 根本不理会这些动静 先拖着吧 我们这么多人的脸 架在一起送一下分量 陛下也不好强行推进 范贤抿了抿嘴唇 心想如果妹妹 愿意嫁给红城 那这件事情便好办许多 至少在陛下面前 争起来也会有道理一些 我是不知道贺宗伟这个人 不过听说风评不错 也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这么大的怒气 怒气 范贤笑了笑 没有言明 含糊不清地说道 贺饭两世的言言 岂不成了何饭 什么饭 八宝饭 对了 今天王大都督在衣食举摆宴 婉儿要我提醒你 梦要晚到了 叶灵二认真说道 范贤心头一宁 才想起这一桩子去世来 话说为了大皇子那侧妃 范贤永自当头 接过了管教王家大小姐的重任 只是紧接着便出现了宫中止婚 范贤因怒之下 说话教训便没有留什么余地 生生将那位王童二气得大豪出府 也把京都守备使妃大将得罪得不轻 他本以为经此教训以后 王童二定会负气大怒 再也不肯上府 没料到过不得数日 王童二竟又央求着使妃 再次带他进了范府 恳求小范大人收自己为徒 而且言辞恳切 说自己已经改变了极多 再也不敢像从前那般胡作妃为 王大小姐忽然变得如此懂事 倒是唬了范贤一大跳 心想这刁蛮大小姐 看来真是爱杀了大皇子 不然断不至于如此委屈自己 今日则是燕京大都督王志坤 回京述职的第二天 大都督亲自宴请范贤 便是想谢他代为管教子女 范贤皱着眉头 这个王童是你的粉丝 你有没有见过 叶灵二能猜到粉丝是什么意思 无奈笑着说道 很多年前倒是见过 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 七八岁的黄毛小丫头 时会想到长大了 脾气竟然变得如此之大 现在乖多了 范贤闭着眼睛说道 看来大小姐们都一样 都有受虐狂 不狠劲打几顿啊 是断然听不见道理的 叶灵二脸色一窘 想到当年京都旧市 狠狠地瞪了范贤一眼 说道 这是在说我 范贤依然闭着眼睛 唇角却浮起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说道 当年你是要打了再招 如今可是不打自招啊 马车就在二人的对话声中 缓缓向京都折回 压榨着路上的冰雪 沿着深深的痕迹前行 范贤感觉车厢中热得有些过头 掀开车窗一角 希望能透进一些清凉的东风 眼光却顺着车窗 瞥见了一路银之雪树 清美风景 他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却不自禁地联想到了自身 贺宗伟那方面不好太逼迫 但他也不如何担心 待明年解决了东夷城之事 替大庆立下一个大大的功劳 皇帝老子再如何克力寡恩 只怕也不忍再逼迫自己 只是这一路风雪 马儿困难前行 范贤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皇帝套中的一匹马 被迫努力地破开风雪 拖着一个庞大的马车 向着远方前进 而那远方并不见得是马儿想去的地方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任由寒风冷却了自己的胸膛 以及胸膛里藏着的那颗心 放下了车帘闭目静思 不论是西梁还是东夷 他如此努力地奋斗着 其实都是在为皇帝做马前卒 而他也不想改变这一切 因为整个世间 他暂时还没有勇气挑战的 也只有这位深不可测的皇帝老子了 如果五竹书和箱子还在身旁 那情势一定会有极大的改变 只不过那种改变不见得好 范贤摇摇头 甩走这个恼人的可能 五竹书虽然名义上是自己的仆人 但实际上是自己最亲的亲人 每个人都需要寻找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 好在这位皇帝陛下已经改变了很多 他最近和范贤以及晋王爷赌气一事看来 虽然极为过分 但至少也显出了几分人气 或者说是老人气 不论是哪一种气味 至少都证实了这位陛下 开始从神坛里走了出来 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虚无光彩的身影 东去春来 又是废话 好吧 总之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 沁国早已送走了下得稀里糊涂的无数场雪 迎来了转暖的天气 出生的绿芽 瑟瑟的翠花 而沁国北方的第一重郡燕京 则是迎来了一行身份格外重要的队伍 此时天使已入三运 官道两侧青树抽枝 于春风之中招摇 就像是举着花束 喊欢迎欢迎的孩子 看来连这些植物都知道 这行队伍的重要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